另外在林一世贪污案件当中呢 大家看到中刚怎么会这么的配合呢 那么在陈启祥拒绝付款之后 中刚先是配合对地勇断料 然后地方的环保局发出 这个断料公委要作废的时候 中刚还是不公料 到底中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要大追踪 还有就是副总统吴敦毅也被报 跟这件事有关 特别他的妇人蔡令仪 长期帮吴敦毅在老家草屯这边 做民众的处理事件 有包括陈启祥的卢渣事业吗 好那么周刊也报道说 吴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其实呢长期在吴敦毅老家南投草屯 帮忙民众呢处理这个服务的案件 而其中一件就包括了陈启祥的卢渣事业 而民进党立委就嘲讽说 其实蔡令仪呢一直是个邪内助 如果她真的帮忙瞧事情 也不让人意外 但是吴敦毅的儿子呢 赶快就出来澄清了 她认为她的妈妈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次我在南投有服选 吴敦毅忙选务 老家南投选民有太太帮忙照顾 现在更有周刊爆料 陈启祥的卢渣声音 其实是蔡令仪牵线 请林毅市居中协助 什么乔生意不乔生意的事情 我更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觉得我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 儿子罕见跳出来帮妈妈喊冤 还用简讯回复 怎么有人相信如此吹嘘的言论有够瞎 但据说吴敦毅真的很听太太的话 常询问鹰派的蔡令仪意见 重要场合也一定带蔡令仪出席 而蔡令仪站台 辅选同样很用力 多说真的多错 蔡令仪曾因为失言被民进党一状告上法院 不只作风惹争议更传出朝爱算命 算老公吴敦毅官位能否再上一层楼 听到算命急忙撇清 蔡令仪能干风头剑 绝对是吴敦毅政治版图超强 显内住 如今再被卷入贪毒案 民进党立委这样嘲讽 吴敦毅被视为国民党2016年出马角逐总统的热门人选 而这次被扯进了涉滩风暴 外界就解读了 同样也是热门人选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出现的几率可能会因此大大增加 开心揭幕九龙碧副总统吴敦毅脸上满是笑意 当时被解读替总统命铺路 但事隔才不过短短两个礼拜 这个预言解读难道就要落空 吴敦毅事件或是说所谓林医师事件的陆续爆料 背后一定有声喉咙 那这声喉咙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是蓝聚内斗 第二个可能是蓝绿互斗 那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当然牵涉到后马时期的接班问题 看看吴敦毅从立委市长方到行政院长副总统 官运一路平步青云 原本被外界视为2016国民党内最热门的接班候选 但现在卷入林医师贪毒案 接班凯卫阵重新洗牌 双北市长朱立伦郝龙斌的中生代清新形象 反倒成为国民党现阶段最佳战力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来答复 被重新点名郝龙斌避谈 朱立伦仍在美国刚好远离风暴 蓝营党内人士在这敏感时机 似乎也担心多说多错 低调的很 才刚上任 吴敦义位子都还没坐稳 因为和林医师太要好 好得受牵连 真的因此断送皇帝命的话 恐怕也印证了 最大的对手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 南丽新闻林文副物亚晴台北报道